2017年6月23日,美国加州卡拉巴萨斯市的一栋名摘里发出了一阵震耳欲聋的欢呼声。 乔丹·贝尔在跟他的家人朋友观看选秀大会的直播,经过漫长的等待,他们终于在第二轮38顺位听到了贝尔的名字。 而等到贝尔宣布自己被公牛交易到了勇士之后,欢呼声的分贝又提升了不止一档。 命运的直立影 这两件事情足以改变一整个家族的命运。 在梦幻般的庆祝中,乔丹·贝尔当然也会有所怀疑这一切怎样可能真的发生了。 这一切确实本不可能发生。 乔丹·贝尔并非富尔茨和塔图姆那样名满全美的天才求亲,但从他此前的表现来看,他也绝不至于掉到第二轮。 在三个月前的NCA疯狂三月里,贝尔作为主力大前锋,帮助厄勒冈大学杀进了四强。 在淘汰篮球名校堪萨斯大学的比赛中,他红下了11分。 13个篮板和8次助攻。 在四强赛对阵篮球豪门北卡大学的比赛中,他红下13分和16个篮板。 以至于,在选秀前的视讯中,他优先选择了那些握有首轮目断选秀权的球队,而在看完首轮结果之后,他甚至郁闷的一个人出了门,盯着漫天繁星升门气。 而从另一个角度看,就算他调到了第二轮,也不该被勇士选中。 因为勇,事早就在此前的各种交易里花光了2017年的选秀权。 最疯狂的一点在于,乔丹·贝尔·施勒·布朗·詹姆斯的此中,他不止一次在个人社交媒体上表示自己最喜欢的球员是骑士的23号,而就在6月初的总决赛期间, 他还在为自己的偶像加油,众所周知,他的偶像可是勇士的头号对手。 但是,这一切却确实实地发生了,因为勇士早就喜欢上了这位全能前锋。 如果他在首轮被某支球队选中了,勇士确实无能为力,毕竟他们的交易筹码并不丰富,但恰恰贝尔在第38顺位被公牛选中。 于是勇士当机立断,用350万美元换来了他的签约权。 又一个格林。 在被选中之后,贝尔跟亲朋好友陷入了疯狂的庆祝活动之中。 玩得正嗨时,他的手机收到了一个陌生号码的视频请求。 贝尔随即挂断,挥过去了一条短信,询问对方是谁。 过了一会儿,贝尔仍没有收到回信,他决定打过去一通电话。 他听到了德雷蒙德·格林的声音。 此后一整个夏天,贝尔几乎都在跟着格林混。 格林不仅是第一个主动联系他的勇士球员,更让球队将他在更衣室里的衣柜安排在了自己隔壁。 对于一名一场正式比赛都没打的二轮球而言,能跟詹姆斯打一场野球几乎是不现实的待遇。 但在一场詹姆斯、杜兰、特、安东尼三大顶级前锋都出席的对抗赛中,格林特意带上了贝尔。 格林对这位小弟一见如故的原因跟勇士管理层一样,贝尔跟格林实在是太像了。 在大学比赛里,贝尔不是球队进攻端的核心,但他能充分地利用队友创造的机会,适时切入,跑动,寻找空档。 在高位他也有一手不俗的传球技巧。 最重要的是在防守端,他像格林一样不知疲倦的奔跑补位,对抗无处不在。 大三赛季他场军时,9分8。 8个篮板2。 三次封盖和1。 三次抢断当选了分赛区的最佳防守球员。 唯一跟格林相反的是他的外线投射能力。 大三赛季贝尔的三分命中率只有15%,4%。 但因为自知投篮没谱,贝尔从不跟队友争夺球权,反而会极力避免不合理的出售。 大三赛季他平均每三场才会投一次三分,打出了63%的投篮命中率,打破了孝史记录。 这样的技术特点让他在夏季联赛就打出了格林市的数据。 在被勇士选中之后的第19天,他穿着勇士战袍,在对阵森林郎的比赛中拿下5分。 11个篮板,5次助攻,5次抢断和6次封盖。 这是夏季联赛历史上第一份5x5的数据。 常规赛开始之后,贝尔不出意外的难以躋身勇士的常规轮换阵容。 但在场军不到10分钟的练,冰时间里他已经能贡献次。 2分2,9个篮板,一次助攻和一次封盖,命中率高达74%,更疯狂的一份数据是,他的防守正负值达到了1. 28,同位置联盟第23,前30位里面只有他一个新秀。 在11月25日勇士击败公牛的比赛中,他送出了6次封盖。 而上一场对阵魔术的比赛中,他在16分钟内拿下16分,刷新了职业生涯新高。 此时的贝尔正如新秀合同内的格林,为了在这个弱肉强食的联盟里站稳脚跟,他们不怕脏活累活,每一分钟都在全力以赴。 这股拼劲儿也会为他们带来一些麻烦。 比如,在10月2,4日击败小牛的比赛中,贝尔在最后时刻送出了一记打板扣篮,引起了主场球迷的不满赛后,科尔甚至亲自去向小牛主帅卡莱尔道歉。 但不是所有人都觉得贝尔犯了多大的错,跟格林向爱相杀的詹姆斯甚至也出来为这位菜鸟说话,他扣篮了,那又怎样呢? 毕竟比赛还没结束呢? 只要比赛还没结束,就要去拼去抢。 这就是格林从一个二轮秀走进全明星的秘诀,也是贝尔正在践行的生存指南。 勇士的未来与贝尔的使命。 勇士正在试图建立一座金色王朝,但跟所有的王朝球队一样,他们也将面临公资贸的压力和人才流失的风险。 库里刚刚签下了一份顶星长约,杜兰特·汤普森和格林瑟分别可以在2018年、2019年和2020年夏天成为自由球员。 在那之前,勇士或许已经书写了一段伟业,但是从波波为奇的科尔应该深知,一支球队想要长胜不衰,年复一年的疯狂砸钱是靠不住的,而管理层更不该寄希望于主力球员的牺牲精神。 只有不断地补充人才酷,培养后背力量才是长远之计。 而勇士其实很擅长做这些事情。 事实上,在杜兰特以自由球员的身份加盟之前,他们就已经是一支73胜的球队了。 而那支球队的三位核心球员,库里、汤普森和格林,都是由球队自己培养起来的。 即使库里和汤普森都是新二代,在出入联盟时也没有太多人看好他们。 勇士是用耐心换来了今天的强盛。 毫无疑问,肖丹·贝尔正是勇士人才库中重要的一环。 如果勇士能在接下来的两年都用斐烈留下杜兰特和汤普森,那等到格林和同到期时,勇士正是财政压力最大的阶段。 格林是勇士最甘于牺牲的球员,他也深爱着吃球队。 但如果他不得不离开勇士,贝尔或许就会是最好的补充人选。 这才是勇士喜欢上乔丹。 贝尔的终极秘密也是这位二轮秀背负的历史使命。 更多精彩内容关注新浪NBA公众号南安北乱。